他们是屏幕上的小人物 他们是现实中的真英雄 首要的你肯定要是块 时间就是生命感 把白头发都逼出来 一身正气 执着奉献 勇敢顽强 忠诚无悔 身上背负的这种质人 是必须挺身人书的 为国家 为人民战口 这一幕幕的精彩 都被定格在了 电影和微记事的镜头里 对自己的身体啊 人生安全 首先不太考虑 分不顾身 不怕牺牲 探寻公安影视作品 背后的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动人瞬间 天望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第二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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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电影 特警出击 就是由这些特警队员本色出演 真是在进了高新区特警大队的工作状态 作为特警 是公安系统的一支特殊的队伍 所以他们当中的市集看似平凡 其实他们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所以我们就是想用微电影的形式 把它展现出来 我们市集宣传处 也加强了对微电影创作工作的 这种策划和指导 当时选送了一共是20多部作品 这个我们就对这个特警出击这个作品 眼前一亮感觉到 高新区特警大队 大尔乌太阳 有人无声漏水 请立即出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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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来来来 微电影《特警出击》中 营救落水老人的片段 是由执法纪录仪拍摄下来的真实一幕 跳入河水中进行救援的年轻特警队员 名叫李洋 今年25岁 面临挑战 无怨无悔 我热爱我的世界 当每次就是帮助到别人 看到别人的笑脸 和战友之间的笑脸 感觉很幸福 那真实的一种幸福 眼前这条河就是事发地点光复河 光复河是济宁市的一条形象河 由于光复河属于人工开造 水体流动性不强 河水深水温低 水性不好 或者是轻生人员 很容易逆发 济河岛就是市民神 而且两边就是说 都是随匿的 都会画的 所以说你一般的 只要是这个跳距 只要是不是即时的救出 就很难 你大难的发现了 再阻止创 再阻止刃 再阻止刃去救救 那就是给门就 根据近五年的初步统计 高新区特警 参与水中救援的次数 有三十余起 平均每年都会有六七次 水中救援 有的就是他们落水着 到现场抢就不过来 我们其实还是挺悲伤的 就是有时候不愿意说 多这种事 能救一个就是救一个吧 为了最大程度 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高新区特警大队 将水中救援 当成日常训练的必修课 一旦发生事故 立即安排对应下去的 特警车辆 第一时间赶到 事发当天 是2014年的10月31日 气温在零下六七摄氏度 高新区特警大队接警后 用了不到一分钟 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只要成功处置的这些 你必须快 所有那种成功救助的 都是一分钟 甚至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巡逻迷路很大 我们的巡逻车 经常在这个范围内转 我们这个区域 哪个巡逻车 抖油救生装备 抖油这个会优荣的这个人员 甚至就是说 它优荣随性不太高 也有这个胆粮 也有这个什么 去下去去救助 我们是形成了这么一个 想象的一个急子 当时参与救援的 有六名特警队员 28岁的蔡建坤 正携带着执法记录仪 她全程记录下了 李扬救人的惊险一幕 她体能特别好 基本上在我们这一个中队里面 能排到前三名里面 然后她跑得特别快 我在后面基本上快追不上了 然后她没有跑到桥头 在还剩五六米的时候 就已经翻阅越户了 跳下去了 当时的时间根本来不及 想那么多 脑子里只能想的是救老人 救老人 就这一个想法 跳下去的时候 猛一机灵的 我感觉特别冷 根本游不动的 没力量的 衣服的阻力很大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脚上的队友 把拴着绳子的救生圈 扔到了李扬的面前 她拿到救生圈以后 她做了一个 让我很震惊的举动 就是把救生圈 后来又扔掉了 当时我有点不理解 看到老人的时候 身体已经僵硬 当时心里特别着急 然后就急忙就是 把救生圈推开 然后再这样游更快 她已经是浑身一直在涩涩发抖 当时天气特别寒了 大概得零下六七度吧 成功营救老人之后 李扬和队友们又对老人采取了急救措施 当120医护人员赶到时 老人已脱离了威胁 因为当时是我刚入警队 我感觉挺佩服的 也挺感动的 当时我感觉她就是我的榜样 这个小伙子拿着自发记录仪 全程给她录下来了 我也感到很震撼 我这个事太好了 给我们电视台一说 我们当地的电视台 包括我们七龙晚报 这很快就报道出来了 李扬和队友们齐心协力 营救洛水群众的事件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心里又不安 感觉我就是做了一件很平凡的事 感觉心里很慌 去做这一件事 然后这样宣传 我感觉每个警察都值得宣传 他们是一只数字特别高的队伍 并且这帮小伙子都是比较年轻 有朝气 在这里边竖个典型 用我们身边的英雄 引领我们身边的同志 在拍摄微电影特警出击时 导演计划拍摄一段 李扬回到巡逻车上的镜头 但是这一个镜头呢 李扬当时是从水里上来的 他全身都是湿的 当时拍摄的时候 是12月中旬 在我们这个地方 室外的温度是零下七度 我穿着衣服 直接跳到水里 然后再跑上来 吓到说拿着摄像机 快跑快跑 然后周围的人都在看 说这是干嘛呢 这是怎么又从水里出来了 挺搞笑的 很多人可能没看那个细节 李扬把人送到这个120急救车上去以后 他转身走回自己的110巡逻车的时候 走到地上的每一个脚印 都是湿的 就是说这些特警队员 这些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他们是屏幕上的小人物 他们是现实中的真英雄 一身正气 执着奉献 勇敢顽强 忠诚无悔 这一幕幕的精彩 都被定格在了微电影和微记事的镜头里 探讯公安三维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动人瞬间 天网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第二季 我叫李扬 在结束了两年的军营生活后 我退役了 又回到了我的家乡 家乡 离开部队以后 我感到莫名的心怒和压抑 不知道我下一步该走向哪里 这一天 我准备到城里看看照合工作 installation 你放下来 只是,"你个礼物宇录在哪里ẻ居 charisma",站住啦 又機会 local 工作了 一点 没呢 船 平 third 事 不自然嘛 感觉特别僵硬 有那种感觉吧 感觉特别僵硬 表情也不自然 眼神也不自然 不敢盯着镜头看 在听说高新公安分局 招收特警后 我走进了特警训练营 警员的生活虽然枯燥 但是我喜欢 向右载 队长投尽 警局的警官兵 救助手 死 死 小心 影片中所描述的是 李扬的真实经历 李扬出生于1991年 2012年 从武警部队退伍之后 李扬应征成为 高新区公安分局的 一名特警队员 从部队到警队 他割舍不下的 是一份情怀 这是小时候 一个梦想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 所以说 我所有的经历 全部用在这 就是他经常给我探的时候就说 我当免的时候 就是李扬他当时说 当免的时候是看到 这个 士兵突击 有这么个电视连语 是吧 党是 这个 这个 反向很大 他是看到这么一个电视连语 让他有免费的 这一个冲动 所以说 这个队员 就是以他为 典型罗为代表的吧 有很大一份人 他们都是 抱着这个愿望 从部队回来之后 来参加我们特警部队 山东省吉宁市 高新区公安分区 特警大队 成立于2001年3月 特警队伍的主力 是一群年轻人 平均年龄只有23岁 他们是在通过了文化考核 心理测试和体能考核 等多道关卡之后 才进入到了特警队伍当中 这支队伍呢 主要是反恐 处置突发性事件 抢遣救援 以及这个重大活动 实施安保 那么这支队伍呢 在协助各警组 抓捕犯罪嫌疑人时 是发挥了 这个突击队的作用 安保 撑 撑 一 二 一 集合完毕 检承人 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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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委的要求 从部队服务员的优秀士兵 包括特异使馆里边选取的 而且进来我们大队之后 要进行严格的训练 严格的配训 训练都是贴近实战 平时多训练战时少流血 养兵千日 用兵千日 也是这种 从部队传下来的习惯 为了在实战中提升作战能力 特警大队的每位队员 都要经历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和各种演习 他们在有限的条件下 尽可能地模拟各种实战环境 办公室 烂本楼 小区花园等等 都成为了他们训练的战场 训练也挺苦的 特别累 感觉又回到了军营的那种感觉 特别兴奋 亢奋 喜欢这种感觉 经过了两个月的集训 我被分到了特机队 赶上了打击两抢一道的专项行动 队长说 我是最近游算过来一帮两抢人员 让我跟他一起双肩巡调 准备下一步的打击行动 各警区请注意 各警区请注意 两名男子骑一辆红色跨驰摩托车 在市区连续抢劫三人后 从秦桑市场沿光河路向东逃窜 驾驶人身穿黑色外套 戴白色头盔 另一人穿黑色外套 红色裤子 戴黑色头盔 请各警区注意协查 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 在毁运路 与胡达大路路口 发现现人 注意 胡达 胡达 指挥中心 我与发现现人 正眼向了大路口 往东逃窜 请上海土江 指挥中心收到 毛泽安前尾身 连续报告位置 不认识 不认识 队友枪 队长那不是枪 那是手机 指挥中心 先为人质深度大桥 嫌疑人多次拿手机 咱我最近车上无法靠近 指挥中心 我现在正言茂河路 自动向西追击 请在客院路口 射击堵监 指挥中心明白 你只需跟着上本 保持建立 保证车辆和人员安全 队长你看 指挥中心 我被车流堵住 嫌疑人穿过车流 逆向着反 向洞倒转 这次任务失败了 我和队长很沮丧 经过了这次行动 我才知道对手很狡猾 队长总结了这次的教训 重新制定了抓捕方案 我也憋了 一肚子气 小子 你们等着吧 抢劫 抢夺 盗窃 等三类多发性 亲财案件 被称为两抢一道 这些案件 多为流窜作案 团伙作案 犯罪分子的 反侦查意识强 危害性大 对社会治安 人民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他是针对 早晨散步 晚上散步的 这个人群下手 比较弱势的 妇女 老年人 这方面的人 他下手 只要是抢夺 金箱链 这些东西 还有包 钱财物 包括手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犯罪嫌疑人的 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 也有了新的变化 他就是说 在你走着的时候 他就靠近你 他有时候呢 他拿起来 项链就项链 他比较熟练 他抓住的时候 抓住就带走 有时候很危险的 对当事人 对此 高新区公安分局 特警大队 对两抢一道案件 进行了 又针对性的 治安防范 和打击治理 不过 真实的抓捕场面 比微电影 更加惊险 他开摩托车 就像练特技一样 他可以站到 摩托车上面 他们两个配合特别好 他站到摩托车上面 可以说自由的 来转型 你车 一靠近他 他就拿手机 就照着你的 挡风玻璃砸过去 他的挡风玻璃一画 你视线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 去再去追击的 为了最大程度的 还原真实场景 在拍摄 飞车抢夺的镜头时 导演决定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我看到有一项公交车司机 要别他 当时我在前面拍摄车当中 我就给他示意 我们在拍东西 司机才没往那楼方向 如果楼方向的话 我们前面的摩托车手 就要摔那里了 当时非常惊险 作为一名特警队员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警情 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次行动 都像一次战斗 而每一次战斗 都可能会遭遇 不可预知的威胁 是 往那楼方向 那楼方向 拍苹大 往那楼方向 你过来 不要动 要动 不办 我不能 游罐 Janzin 我 感觉我特别自豪 我在为国家 我在为人民站岗 就是这种感觉 我是特警 特警就是面对危险 无怨无悔 我就想在这个职业上 一直干下去 至少为身边的人 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他们是屏幕上的小人物 他们是现实中的真英雄 一身正气 执着奉献 勇敢顽强 忠诚无悔 这一幕幕的精彩 都被定格在了 微电影和微记事的镜头里 探讯公安三维作品 背后的真实故事 展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动人瞬间 天网特别节目 警察的故事 第二季 第一天出征 队员们都跃跃欲试 想打一个漂亮单身仗 报告队长 这里是胜术看点 这里没有发现情况 报告队长 这里是第二小组 这里没有发现情况 收到 第三小组 是否发现情况 请回答 报告队长 但各小组 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发现 嫌疑人的动你 第二天也是如此 随机组在玉台路口发现 嫌疑人的事 嫌疑人的事 是否发现 随机组 在玉台路口发现嫌疑事 嫌疑人的事 前击合同一样 随机组 在玉台路口发现嫌疑事 前击合同一样 随机组 我都不得不可见 将团双眼 都摆在面前 天堂地予有空间 小乐的无效 只有我和你 某个人用火 如何我到底 我还用勇气 去创除命运 是个万能源 这只会过去 永不妥协 和我乱有多危险 我改变世界 永不妥协 和我乱有多危险 要改变世界 永不妥协 和我乱有多危险 要改变世界 WOW 我乱有多危险 要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 和我乱有多危险 WOW 和我乱有多危险 永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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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任性下眼 能力过硬之外 还离不开 整个团队的相互配合 在每次执行任务 在每次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 特警大队 提倡以老代新的工作方式 在队长的带领下 传授经验和方法 以确保每位队友 都能尽快地进入工作状态 少走欢度 队长会把他们以前工作的经验 交给我们 因为突发事件 里面危险系数特别高 把所有的危险考虑到 这样我们会更安全一点 作为队长也好 或者作为弟兄们也好 我们是一个团体 属于执行人物 地有名的阮文 自身的阮文 都在我这个同伴考虑之下 特别是这个 比我年少几岁的 他们的这个阮文 更在放在我的心头 面对突发状况 只要有队长在 李扬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就是在我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然后 我 有人袭击 就是突然就是拿棍子 就是 就是击打我头部 队长当时就是用手去阻拦 当时先人的假树 用一个打母棍 操作林阳的头部扎去 我正在林阳的坐车 自然而然的反应 用我的手 挡了一下 因为那棍子树 有特别多的刺 手指的肉都被离 割了一个口子 当时看着特别感动 正是因为有了整个团队的默契配合 李扬才得以和危险擦肩而过 混脑潮是人体比较薄弱的地方 如果打在后果 我感觉不看设想 在我们的遗验中 这个就算不上是一种高场 只能说是我们 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 互相照应的一种反应 在这里的所有的队员 所有的战友们 都能够把后背真正的交给他们 不用担心你后面有任何的危险 他们如果遇见这种情况的话 也会为你挡着一下 所以说我感觉我以后 也要是像他们一样 经过四年特警生涯的历变 李扬迅速成长了起来 如今李扬已经成为了一名班长 我们这个班 跟部队的战斗班 基本上是一样 就是12个人 让他带得很好 从这个组织纪律性 到每个队员的警察风暴 到这个 他是一班班长 就是我们一共有 现在是这个八个班 他是整个就是 这八个班里边的一个 这个监导力量 因为都是自己的手足兄弟 是战友 然后 我能做到他们也能做到 就是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肯定会想着 第一个就是 冲上前的是我 微电影特警出击上传网络后 很快点击量过半 影响力迅速扩散 2015年 该片荣获第27届 山东省电视牡丹奖一等奖 2016年 荣获公安部三位大赛 微电影二等奖 我们同志都是拼命善了 工作起来都不要命 是吧 他们就是说 把生命都自治都外 你什么宣传 是吧 他们根本没想到 其实宣传 它也是一种战斗力 通过他们的 感人事迹 那么在社会 能够让更多的群众 和社会各界人士 了解公安 理解公安 支持公安 绊随着特警出击的成功 高兴区公安分局 又从真实事迹中取材 针对不同警种 陆续拍摄了微电影 《基层民警》和《刑警在行动》 这些影片 用群众洗完乐见的方式 将警务工作 基层一线民警的故事 进行展播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刑警在行动》 我觉得这些人都很可爱 我没看到社会上那些负面消息 在他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影子 我觉得应该是 好好地宣传一下他们 就是社会需要正能 接受到警察的灯 入宣传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